火楼粉丝 哎不是 这是真的来大当啊 多少钱 一百万 蜡羊绿法院 还喜欢这些货 他就给他看是吧 嗯对 走 完了 车坏了 去不了 没事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大哥 十几公里 外面四十多度 你知道我做这个东西 会长痴穿啊 你多大生意 我为了健康 我也不可能那啥 提这一辆法拉利的钱 然后骑着乌鸡总的车 走啊 进去找他 你呃 一个人 嗯 我一个人 呃 为什么 嗯 我 还有朋友 这边 我住附近 哦 住在附近 你知道吗 你这还送货的啊 哦 对 哈哈哈 你喜欢的几个类型 我带了 我给你看一下 好看耶 我听小助理说 你比较年轻 那有钱 所以我跟你选 这都是一些 比较种水 开玩笑啊 因为有一些色料啊 如果说它 种太干的话 可能不好驾驭 比较老戏 所以这些 哪怕这些色料 底下都比较细的 带起来比较清爽 优雅啊 又很贵气 我比较成为 种水类型的 我把它都拿出来看一下 好的 像这一套的话 是圆条套装 它有个酌性 酌性的话 肯定是 切做山水牌 它不适合做人物 人物的话 要选近一点 它不能有花色 那手作这种 一定要做圆条 干位很好 然后冰感很强 它飘的是 末朗花色 很易径 灵动 因为它种水够高 做出来的话 就像一碗清澈的 小溪流水 这个能倒什么种水啊 种水的话 倒冰种 那这一套呢 方家绿 它主要以种水为主 因为它色比较少 黄的话 倒完脚 只剩下一点淡淡的味道 主要就买种水 它有一些淡条的颜色 比较低调 又厉害一些 然后这里还有一条 这种是百里青 我看你手上 是有带了一条绿色的 就是我之前比较喜欢 绿色的多味点 但是现在更加 比较喜欢种水 我看你拿的这条的话 是小条 其实它还有一条 大条一点点 我以为它们是铜料呢 铜料 它是一个祸头 一个祸尾 这条的话 荧光非常强 满圈已经起航光了 这条还是差一点点味道 不过这条价钱会便宜很多 那这条还挺好看的 那这种是不是你们说的种老的 对 密度高 然后它有这么透亮 种已经特别老 而且它泡完光了之后 还会翻种 就我们寒假所说的翻种 泡完光它会更亮 那这多少钱呢 这条是23万的 3000吗 咦 这个是23万 看你还价都是3000的呀 不是 那这货主开高价 然后我肯定就有下滑 那其实送货来给你的话 我不可能 但拍个价给你的话 其实是实价了 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关注过翡翠 像这种说出来 光打他们的钱 肯定是六位数的货 我经常看你们的直播 我看你们生意挺好的 对 生意得好 生意好 因为给我们的货才便宜 卖的多 价钱我们就有一定的主动权 那这个起货要多久呢 明天下午就可以住了 我家旗做 我们那边有工产 比较纠结 就是这条 还有这条飘花等 我觉得这条也挺好看的 如果按我这小眼神的眼光来讲 我还挺好吃的 飘花这种 这条的话是莫朗花色 相对来说 有点稳重 如果你穿旗袍就很搭配 但按你的穿着还是这种白柄 你戴在手上 一轮萤光流转在这里的手腕上 还是特别高级 完全风情 那行就 就要这条吧 起货之后打电话通知我 可以啊可以啊 没问题 那吃饭吧 我看评论区都说 你找货找到都瘦了 谢谢 似乎有一只发射光的鸟 而飞停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不敢有任何的情绪弯动 害怕美丽溜者 害怕羽毛掉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